欸 Ken 長啊 那個 為什麼你每次這邊收費都700 我看其他家五六百 其實聲音也不錯啊 為什麼不考慮一條這樣一條這樣的 因為啊 我先跟你講 你聽我講 你不如就直接開一家店 然後都請學徒 啊你不說我不說 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人有沒有內容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比較賺 大家好我是 Ken 長 這次要討論的話題 其實我也是冒著 被甚至是狂幹掉的生命危險 來討論的話題 但是我其實真的非常熱愛 美容美髮這個產業 所以我還是冒著生命危險 來分享給大家 我今天要談的是 在眾多的髮廊裡面 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來告訴大家如何求生存 當然消費者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髮廊到處都是數以萬計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大家該如何求生存 那 Ken 長其實做這一行 說久不久 我相信其實在網路前面的 很多可能比我做還久的設計師 可能有甚至做30年的都有 因為我做到現在 脫彩20年 多一點點 那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我就好死不死 剛好經歷過大概有三代 三代人左右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 其實大概兩三年 兩三年就出師了 所以啊 我就剛好有可能 就會經過兩三代 那我就以我的這個見解 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要知道 台灣是一個島門 所以啊 我們是一個非常的 在早期是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國家 因為我們沒辦法像歐洲啊 我們可以就直接從法國 可以直接到意大利 那意大利就在法國的下面嘛 其實在歐洲 你可以到不同的國家 看到不同的東西 可以創造你不同的價值觀 但是在台灣 並不是這樣子 台灣在早在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其實網際網路 並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啊 開沙龍 算是一個非常簡單 也是個非常好賺的一種產業 那大家在這個時候 可能又會開始幹掉我 那 可是大家真的要 靜下心去想一個問題 因為在以前網路還未開發的時代 大部分的人 其實他不太了解 整個資訊 資源 但是現在不一樣 大家要知道 現代人 學習能力是很快的 他只要在電腦前面 按個按鍵 他就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訊息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部分現在的消費者 他在知識 跟他的資訊上 他是提升的 非常非常的快 那但說到這裡 我們是否 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當消費者的知識與智慧 開始向上提升的時候 而沙龍 並沒有往前update 所謂的產業升級的時候 那他就在這個市場上 就會面臨 岌岌可危的情況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們從核心來看 產業是必須升級的 其實這幾年 我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不好的狀況 就是技術者 跟消費者 是產生對立 或許在政治上 有一些一例一休的這些問題 然後讓老闆跟員工產生對立 與互相拆敬 但是在我們的沙龍市場 也變成是這樣的 像沙龍的設計師 開始不爽消費者 靠北消費者 那消費者開始不信任設計師 其實這樣是一個 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在沙龍來講 消費者不是應該去 信任設計師嗎 然後從他身上獲得 他想要獲得 而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市場 或許網路發達的關係 也產生很多什麼什麼 XXXX什麼版 其實無可厚非 這都是正常的 因為人都有言論的資源 可是為什麼大家來 不去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 跟消費者是產生對立的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嗎 我們是否應該是產生 互相正面向上發展的 市場才是 這樣才會 才能讓整個產業進步 也可以讓消費者獲得 更多更多 他所需要的資訊 與他想要的結果 會談到這裡 很多人說 沙龍市場很飽和 其實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可是像前陣子 開始雨後春春出現了很多 非常有風格的店 其實在我 這樣的老設計師眼裡面 我一開始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 這種Barbershop這種店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相信有些人 他可能會沒有辦法 接受這樣的店 就是說 啊 他全部都剪同一顆髮型 也可以開一家店 像我們這種做很久的設計師 有些人他可能 一下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大家真的要去想一想 剪同一類的髮型 剪同一種的髮型 他都可以開成一家店 我們要去好好的反省自己 連這樣子的店 他都可以有市場 我們是否要開始重新去思考 我們自己是否有往前提升 所以大家有聞到 新生代的設計師 開始慢慢走出一片天嗎 是的 沒錯 時代在改變 人也是必須要改變的 與其思考價錢的改變 為什麼不從核心去做更大的突破 說到這裡啊 好像我在打高色砲一樣 對 如果你很負面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我在打高色砲 但大家這時候真的要靜靜思考一下 當消費者的思想能力 他已經凌駕於設計師的時候 那我們這些設計師還需要存在 我們的存在也變成幾次去完成他想要的 我們就再不會讓消費者認為 我們屬於一個非常值得尊敬 與一個高貴的產業 所以更多的消費者反而轉向百元理髮去剪頭髮 有很多很多的設計師 聽到這裡的時候 一定會有產生很大的反抗 我自己本身已經設計師 我非常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大家是否往心裡面去談 消費者今天會走向較於便宜的沙龍 在他們的眼裡 我們就跟他們的家庭相等了 那我們到底有給了他什麼 消費者會認為 我在沙龍也並沒有獲得更多 為什麼消費者今天他會認為 一個很便宜的店 甚至我們所說的快件 跟沙龍 他沒有很大的差 因為他已經沒有比較 他只是認為說 只是技術上的一個差別而已 如果今天在百元理髮店 也可以剪出一個很好的髮型 他又何必走到沙龍 大家有沒有真的想剪 我們真的只是主付出在技術上而已 我們還有其他的東西 是否也必須要給予消費者 那我們待會再來討論 我們必須要思考這些東西是什麼 有眾多的像我本人這一種叫 老的設計師其實往往有時候會被自己卡住 我要承認連我自己都會卡住 就是我剛剛前面所說的 有一些沙龍 他甚至只剪一種髮型 他都可以賺非常多的錢 以前坦白講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但我現在並不認為那是不好 如果這樣的沙龍 在日本這個國家 這樣的設計師 他可以稱為匠人 他可以稱為職人 大家知道嗎 在日本這個國家 有非常非常多的職人 他只做一件事情 然後做到好 或許因為兩個國家文化的不同 可是我們可以反觀日本 他們會把這一個人 當成是一個這樣的職人 甚至一個非常有地位的一個技術人 那這麼多年下來 我發現有非常非常多的設計師 一直在討論 我們以前怎麼樣 我們以前怎麼樣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在這裡 我要打破大家的一個想法 以前是以前 現在是現在 已經時代不一樣了 這一關如果過不去的話 其實永遠會想入頭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以前啊 在戰爭的時候啊 美國啊 對日本丟下的原子彈 他在廣島長期 這兩個區域丟下的原子彈 造成大量的傷亡 然後造成日本馬上舉牌起投降 可是大家要知道嗎 現在的戰爭已經完全科技戰 除了你們今天去搶攤 必須要去揪肉供戰以外 可是大部分他們可以把傷害範圍收到最小 他可以丟一個很高科技的致命武器 把他所要的傷害範圍劃分好 用最小的傷害達成最大的威脅 在戰爭都已經如此的進步的情況之下 更何況是我們身處了這個多元的世界裡面了 那我們現在回歸這種 那我們必須升級什麼 第一個 人的升級 就是所謂的軟體的升級 簡單的說就是設計師本身 他自己所運場的 涵養 酒味 還有知識庫 他是否能有更多更多元的一些客觀想法 來賦予給消費者 你可以不喜歡搖滾 但是你要懂搖滾 你可以不喜歡嘻哈 但是你要懂嘻哈 當我們了解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算你不喜歡 最起碼你會知道他的細節在哪裡 其實有非常多的消費者 他有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如果我們設計師沒有辦法更宏觀的角度 賦予這些消費者所需要的訊息 那我們的存在的價值 不就會越來越低落嗎 接下來就是服務 大家知道嗎 連餐廳都已經服務升級了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前幾年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集團 叫汪品集團 大家覺得好吃嗎 可是不如指定 但是他今天可以崛起他們的服務 真的其實非常帶味 那當然我們不能講說完全百分之多 因為只要有人的世界 他就很難做這樣玩 但是我們必須要從這樣的角度 重新去思考 我們沙龍是否也應該去轉型思考的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品位與定位 在這麼多競爭的沙龍年代裡面 自己的品位 要該如何成的 還有自己的定位 我曾經也想過 自己自立門戶開一家沙龍 但是後來我想了一下 現在眾多的沙龍裡面 有必要存在多文一家 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好好思考 我們的沙龍定位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風格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非常非常欣賞 現在新生代的設計師 因為他沒有一些早期設計師的束縛 所以他們開始創立的屬於自己的風格 我認為有很多很多的設計師 必須真的要往新生代人去看 是否我們是被自己的 一些早期的想法所框架住 那我所謂的品位 大家要知道 我們不只是服務業 我們算是一個時尚的產業 香奈爾設計師卡拉克福 講過一句話 當他今天不時尚的時候 他今天就沒辦法再做時尚 我覺得這句話 也是送給所有的設計師 我們必須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一個高品位的人 他或許可以服務一個品位沒有什麼高的 一個比較低品位的人 他或許跟客人就沒有很多的話 那最後我們會變成什麼 我們就只是變成一個工具 那當今天大家又會覺得說 我不想要變工具人 那我的宿舍要好好提升自己 那設計師就必須要努力的團結起來 開始去更新 去讓產業升級 我們常常討厭 很多設計師很討厭經營者 這個我自己也很清楚 那 我們在只有有限的空間裡面 是否應該更團結的 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水平 不只是技術的水平 美感的水平 還有所謂的品位的水平 還有世界觀的水平 其實並沒有其他國家比較強大 而是我們自己太妄自肥膚 沒有把自己的形象起來 往更正面的方向去發展 我自己是設計師 所以我更期待 所有的人來 一清 人家說兄弟騎經騎立斷子 一把劍 一根劍 它或許不能代表什麼 一折就斷 但是萬把劍 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們是應該 要讓更清流的美髮市場 來賦予給消費 那我今天就說到這裡 也給未來想要從事美髮行業 美髮產業的年輕人 一個想法 記得一件事 當我們不尊重我們自己的時候 別人就不尊重我們了 當然 我們要尊重自己前 我們必須要悶心自問 我們真的有到達這樣的高度嗎 那我今天就談到這裡 如果有想要在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個視頻下留言 對 今天這個話題其實並沒有什麼 什麼靠杯的東西 如果大家能很專心的看完的話 然後從裡面如果能吸取到 你想要吸取的就是盡量吸取 那未來我也盡量分享越多的東西給大家 那你們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謝謝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謝謝 謝謝 幹什麼你這拆元素了啦 這樣都沒有花期可以用 好吧 那 好 我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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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